周易为了帮助王林索要疗伤丹药 主动说出自己与青霜女士的孽缘 但这却成功获得云仙道理的信任 原来他们两人都是清零先帝的徒弟 书接上回 当周易说出与之仙君青霜的名号之后 王威顿时一愣 又将三瓶丹药扔到了王林手中 但并未介绍丹药的功效 不过王林接住后 能够察觉到其中蕴含的仙气 要比那五彩之瓶更为浓郁 周易见状继续说到 晚辈当年在与之仙界曾经迷恋上了一具女尸 并以仙玉塔将女尸存放 使其肉身不朽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青霜仙君 其实云仙道理之前并不了解周易的过往 甚至还不敢动用搜魂术 害怕对其造成损害 故此一直隐忍不问 此刻听到他与青霜的事情 自然是无比震惊 紧接着王威又扔给王林几瓶丹药 并示意周易继续说下去 周易眼中逐渐露出追忆之色 他将自己曾经在与之仙界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当周易讲到自己为保护青霜尸体 不惜燃烧灵魂达到问顶 仍然没有半点犹豫时 胡娟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怜悯 而王威则是叹息道 真是一场孽缘 以云仙道理的修为和阅历 他们自然明白周易所言是真是假 紧接着周易又说出了青霜体内 因他千年痴迷而出的残魂苏醒 并将冰临死亡的自己救活 成为了新的与之剑林 这一系列的事情让云仙道理陷入了沉默 许久之后 王威向着周易公身抱拳说道 周兄大恩 王某带青霜先谢 之前种种若有得罪 还望周兄莫要见怪 胡娟同样充满歉意地说道 周兄之恩 我夫妇二人绝不会忘记 而那王林小兄弟 就是为了送青霜肉身而来的吧 王林文言并未立刻拿出青霜的肉身 反而平静地问道 二位前辈到底是什么身份 王威不禁露出赞赏之色 王林对于此事越是谨慎 就代表他越是在意周易所托之事 而后王威回应道 这无数年来没有几人知晓 我们夫妇二人的身份 你与周易对青霜有大恩 若是再有隐匿 那就是我夫妇二人的过错了 我是清霖先帝坐下第一侍卫 同时也是恩师的二弟子 胡娟是恩师的七弟子 自幼与青霜妹妹一起长大 当年仙界遭遇大劫崩溃时 我们二人外出行事 侥幸逃过一劫 后来得知恩师并未身亡 反而是身受重伤进行了闭关 至此我们夫妇二人寻找了无数洞府 最终确定恩师就在这仙灵天境内 下一刻 王灵正准备将青霜尸体拿出 远处便传来了 鼓妖贝罗那尖锐的笑声 贝罗几步之下就顺移到了周围 他看到王灵后震惊地说道 你竟然能走到这里 然而云仙道理却是露出凝重之色 他们立刻手捏法印 开启周围的静置向着贝罗镇压过去 贝罗体内则是冲出一股滔天的妖气 与之抗衡并看向银仙道理说道 本妖不想与你二人斗法 你二人要救青霜 本妖想要循纳古魔塔家 我们虽然最终的目的不同 但却是有合作之处 凭借你们的力量 无法打开古魔封印拯救青霜 但若是有我相助 成功的几率会大大提升 其实贝罗有些忌惮云仙道理 双方早在第四层时 就进行了一场恶战 不过云仙道理精通静致 虽然无法杀死贝罗 却将其困住了数个月 而是希望能够达成合作 王威在思索了片刻后 便挥手取消了周围的禁止 同意了贝罗的提议 而后贝罗又将目光 落在王林身上笑着说道 小友 没想到你修为又提升了不少 只是你这一身伤患 若是不尽快治疗 恐怕会影响后续实力的发挥 我虽然没有疗伤之药 但你这伤势应该是被人所逼造成 说出那伤你之人 我会出手宰了他 算是偿还你代本妖 进入仙府的恩情 然而以王林的心智自然明白贝罗言语中的挑拨与势态 对方不解自己为何能够来到第六层 更是不知云仙道理与自己的关系 于是王林抱拳回应道 多谢古妖大人 那伤我之人 若是一会看到 王某自然会指出 希望古妖大人到时可不要誓言 贝罗眼中闪过金光 大笑了一声 便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至于王威此时又取出了一粒 由青辣包裹的丹药递给了王林 他解释道 这是恩师当年赠你的丹药 可以瞬间恢复全部原力或是先例 此丹药我也剩下不多 你可选择现在服下 或者是留待以后危机之时 贝罗见状不禁皱起眉头 当年他与古魔偷袭重伤的清零先帝 对方就是仗着这种丹药才能反败为胜 王威既然会送给王林这种丹药 必定代表双方的关系默逆 接下来几人来到了下一层的入口处 王威开口说道 后三层为恩师的闭关之地 眼下不知其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要多等一些人来此为好 王林对于云仙道里的话语 有些摸不着头脑 对方竟然不着急进入 甚至还要等其他人一起进入 并且那古妖贝罗也没有疑问 似乎是抱着同样的想法 周易似乎是看出了王林心中所想 于是传音说道 别想太多 云仙道里形式诡异 但不会伤害你我 你赶紧在此疗伤吧 又在七天之后 疑似昆虚圣女的粉印女子 率先来到了此地 不过他并未与任何人搭话 直接盘膝坐在了一旁的角落里 就在这女子现身不到半炷箱 虚空子 美妇人以及那黑衣男子 便也来到了此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